中文字幕 李宗盛 嗨!是不是上網? 正在吃東西給你周到 讓我放下黑漆 讓你們不用聽到咳咳咳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嗨!OK了 嗨!我沒想到要連結得這麼快 平時要等很久 我就放了炸大腸入口 一直在咬,一直在攪,一直在咬 然後突然看到已經上了,嚇死了 這是我的晚餐 看嗎?沒有在電腦上 嗨! 嗨! 大家好 今天呢 我們要等多一點人進來 因為呢 現在可以看到的 Rosemary,你可不可以不要玩這條線? 乖 我們有啊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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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嗎? 你們是不是在這裡? 嗨! Fishball 沒錯,我就是吃魚蛋 是呀 是呀 回覆一下 OK 我在這裡了 大家可以進來吧 快點 進來吧 今天只有我自己一個 因為呢 我想問你們聽聲清不清楚 因為我聽不到 你們聽不聽到聲嗎? 有畫面嗎? Joyce Lee 有啊 聽不聽到聲嗎? 我今天主要是答問題 真的OK 這麼神奇 OK,清楚了 OK,Good,Good,Good 好了,今天主要是答問題 小孩 你不要搞你媽媽 你媽媽很忙 乖 好嗎? 乖,你坐在那裡 不要過來 你要過來就行 但你過來就是 只坐在那裡 嗯,可以嗎? 好了 好了 那麼 在我們等其他朋友進來的時候 介紹你一下 這個小BB 你不要以為我是貪生亡救 其實呢 他是在 啊 他是在 他是在 啊 啊 救命啊 我的手機 我 有貓 的情況之下 是會發生很多意外 等我一會兒 啊 啊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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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你打個招呼而已 過來 喂 沒有 有畫面 這麼可愛 這樣 有沒有人看到畫面 除了Joyce Lee說看不到畫面 其他人看不到畫面 看到我現在拿著一隻迷你的小泡泡 在我面子旁邊 我妄顧我的生命安全 在這裡捉一隻小泡泡 大家看到嗎 嗯 哎呀 哎呀 看到嗎 你們有沒有看到他 看到嗎 看到嗎 看到這個帥哥嗎 這個小BB 這個小BB 回來幾天 兩三天 他還沒跟他哥哥 Baisle 建立到深厚的感情 哥哥就 走了 那我就發覺呢 其實動物是真的 不懂說話的小朋友 因為呢 Parsley 現在躲在那邊 有點遠 我捉不到他過來 他是不開心的 因為呢 他是跟Baisle最 close Baisle是 不是 Parsley 回來 之後 Baisle 一直守護在他身邊 對 因為呢 我其實是兩個女兒 跟著 就 隔了很久才 養Baisle 所以Baisle 是零零丁丁丁 跟他兩個大女兒 是有代溝的 大同 啊 有代溝 那麼呢 Baisle自己狠狠狠 後來買了Parsley 回來陪他 那他們兩個 就經常一起玩 我經常都懷疑 Baisle 是當了Parsley 是他老婆的 接著 就到Rosemary 還有呢 就到剛才這個 小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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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回來了 哎呀 這個呢 就是Truffle Truffle 我等了很久 為什麼我等了很久呢 因為他這隻呢 叫做金色的Chinchilla 跌下他的腳 金色的Chinchilla 就是很少有的 不過我很開心 終於被我等到啦 但是 不開心的地方就是 哥哥走了 不過呢 有個小update 我很慶幸的 現在等多些聽眾 我們再說一些 不關生童的事情 就是我有個 喇嘛朋友 他 會來香港 這麼巧他會來香港 那他就 跟我說 不如這樣吧 你 幫你兒子火化之前 我過來幫他做一場法事先 這樣 就是 哇 你真的請都請不到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你們知道嗎 你們香港如果要請出家人 來做一場法事 是 是 很貴很貴 就是很多個萬元 我想問 現在除了Joyce Lee 說看不到之外 Lian Lai 也說看不到 那有沒有很多人 可以給我一些反應 說有沒有收到 看不看到 因為有人說 看到的 也挺多人說看到的 但是呢 Alan Liu也說看到 但又有人說看不到 試一下Refresh會不會好一點 好嗎 對 Auntie Jerry看到 Jesna看到 那我們試一下 Refresh Daniel Cito也說看到 試一下Refresh Kaka Ada 對 OK嗎 如果看不到 試一下Refresh 因為我不知道 我看到我自己的 電話看到 聲話也很清楚 看到360P 對 我們只有360P 都不要太高清了 其實我覺得 太高清了 太高清了 對了 我先置頂 接著 就分享 我先分享 我先分享到新朋友 先 今天會是 快手編 即是快講 雞精班 今天呢 最主要是回答大家問題 那回答完 我就會 衝進去下班 哈哈哈哈 就是這樣 下一集 我們要是 我先檢查一下 肥仔 因為肥仔去了旅行 肥仔去了我鄉下 即我心目中的鄉下 東京 即日本 他呢 就說 26號晚 對 下一集是26號晚 好嗎 對 我看見有兩個人看不到 但接著呢 有很多人 包括剛剛 Chirley C Catherine 卡春 媽咪 都說看得到的 好了 現在呢 Refresh OK 我再放一顆 咖哩魚蛋 我買了之後 其實都沒有吃過 等等 Irian 現在在東京 冷不冷嗎 你也好 你去到東京 我感覺到很喜歡他 但我已經去到 熟到 好像真的不像去旅行 我想一下 要冒險去不熟的地方 沒有熟的地方 嗯 嗯 你不值得弟弟 你不能說你好 不要說好 好啦 嗨嗨 嗨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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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哎呦 嗨嗨 說嗨 嗯 乖了乖了 好了好了好了 說嗨了下去了 嗯 好了 跟弟弟玩吧 拜拜 拜拜 OK 好了 今天答問題 如果你們有看或喜歡到生童感受的項目的話 就會看到我最近有一個開心大發現 開心大發現是什麼呢 就是有一間我覺得很好的餐廳 是一間日本餐廳 它的名字 我經常都讀錯了 它的名字叫做卵雪屋 喂 雪卵屋 我都說我經常說錯了 真的很尷尬 對 我不知為什麼我經常說錯我的名字 即是那兩個字在腦裏 是調不回 那呢 我就post了它的名字 為什麼呢 我在上面發現它有低糖 低糖質 雪卵屋之低糖質 我讀給大家聽 它就說高營養低糖質 雪卵屋的低糖健康名字 從三大營養素中的 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質 我讀錯了 再來一次 從三大營養素的 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質 中的碳水化合物類 抽出了食物纖維後 餘下的便是糖分 你們去買東西吃的時候 看這個營養標籤 很重要的 你要看Carbohydrates 即是碳水化合物 你會看到它會分成兩項 就是糖 Siggers 還有 Fibers 即是纖維 纖維 你可以完全減掉它 例如你看到 Carbohydrates 碳水化合物寫著10 碳水化合物寫著10 但纖維有7 你減出來剩下3 3 3其實可以的 可以的 可以走盡到 但我還要再強調一次 就是每個人 對碳水化合物 即是澱粉 的適應能力 都不同 有些人 是少少 就會過了 少少 就已經不在Ketosis 即是生酮狀態裡面 有些人 OK多 都可以 是視乎你的身體 可以用到多少 這一個能力 也會跟時間有關係 即是生酮久了 你的身體對於處理 碳水化合物的能力 處理脂肪的能力 都會隨著時間演變 而有所增加 所以 譬如 我經常稱呼他為 四個瑞士卷的那位先生 他初時很難令到 他的血糖指數升高 但是 他現在經過 我想有沒有半年 也沒有半年 可能四五個月 太太你可以提醒我 有沒有那麼久 實際時間是多久 現在是高了很多 但他始終跟他太太的距離 是相當大 他太太是我們叫做 Therapeutic Ketosis 即是他去到治療 醫病的那種level 即是三至六的那個level 對他來說是不費吹灰之力 即是很自然而然 就可以去到那個境界 但一般人其實是相當難 喔 四個月了 但他才差 四個瑞士卷 現在都好了 都高了 which is a good thing 即是代表你的身體 已經開始能夠有效率 去使用到脂肪 其實很多人來見過我 有一個人說他有糖尿的 他是需要吃藥的 但他試過生酮幾 可能兩三個星期 他就放棄了 因為他以為兩三個星期 應該會痊癒 但他發覺不行 他可能驗銅的試紙、驗尿 驗了出來都是很淺色 好像都不可以 那我就放棄了 我跟他說 其實你不應該放棄 因為你的身體 你吃了兩個星期 雖然說真的 你不吃48小時 你的身體都生酮了 但是你不吃糖分 碳水化合物、糖分 你不吃36至48小時 其實你的身體已經進入了生酮狀態 但是 這是一個初步的生酮 它還沒有到全面生酮 因為你的身體需要時間 去進入這個境界 還有它需要製造很多 以前不用製造這麼大量的 分解脂肪的酵素 叫lapasm 所以譬如我見的cancer patients 我會跟他們說 你extra 最好是要吃lapasm的製造 為什麼呢 你的身體如果 尤其是老人家 因為很多cancer patients 其實是老人家 他們幾十年來 都是飯飯飯飯飯飯 不吃飯不行的 還有是飯後吃水果 每一餐 竹粉麵飯一定有 不要吃太油 餐後一定要吃水果 所以 他的身體一向都不需要製造 那麼多lapasm 他的身體一向都是被糖 疲勞轟炸 如果你看之前的幾集 你都知道為什麼 cancer cells喜歡什麼 他就喜歡糖分 所以你這樣吃他最開心的 他不知多餓你繼續這樣吃 所以我看到有些cancer patients 尤其是他子女聽節目 而他子女很convince 生酮飲食是幫助他父母親 但是那個老人家本身 可能沒有聽過 不知是什麼 子女說什麼就什麼 他是很大的resistance 他其實並不想這種飲食方法 他覺得不吃飯不飽 他覺得不吃飯沒有力 包括我的家務助理也是 關了一個很大的樓 不過不是惡性的 幸好 我跟他說 你要戒粥粉麵飯 他都假裝戒了幾天 然後回頭又吃飯 然後又跟你說 不吃會沒有力 如果你們有印象的話 我是說過很多很多次 根本數據是不會支持這件事 事實就是 你的身體是有一段時間 要去適應 轉化過程 因人而異 往往需要幾個星期 瑞士卷先生 我見過比較長的 他約八、九個星期 才能夠 真正所謂的 kido adapted 即是說 能夠全面的生酮適應 因為 就是視乎你之前 不論是四個瑞士卷先生也好 還是剛才提到生酮了兩個星期 或是放棄後來再生酮的那位糖尿病患者 或是在聽著你也好 就是你要給你的身體時間去處理這件事 你要明白你對他的傷害 不斷地疲勞轟炸 給他很多澱粉去吃 這種傷害是幾十年來去形成的 你不要想著 一朝一夕 你就可以undue the damage 即是完全修補 所有過去所做的一切傷害 冰封三尺飛一日之渴 我們懂得說 我們要給你的身體時間去處理 去修補 去repair 當你發現 你吃的是很clean的食物 我意思是很clean 不是你以為那些雞胸 煮雞胸 還有沙律 我說的很clean 是很clean的source of energy 即是能量是很純正的 不像燒煤一樣 整間屋都是煙的 當你給你的身體吃好的脂肪 作為能源的時候 你的身體產生出來的 energy 我們講深入一點 就是你的粒線體 它產生出來的 ATP 即是真的 energy 給你身體所用的 是高很多的 而它的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即是我們講的氧化物 是接近零的 所以為什麼呢 好笑的 我剛剛上 上個星期六的節目 即是早兩天的節目 我今天是完全沒有化妝 還有是 每個月有幾天 你明白的 很痛苦的一天 如果不是要 起床和你們說話 我會整天黏著在床上 所以就是面青口唇白 我都不停化妝 所以隨便就是這樣 但是好像我星期六的化妝 有聽眾留言 女王你整容整得太多了 很多地方都倒閉 然後我就回覆她 我看我怎麼回覆她 我的覆法就是 我都很希望見到自己整容前的照片 畢竟我都沒有見過自己的前世 總是帶有一絲好奇 那我的hashtag 就是 我的post寫著 今考語一高人 見盡前世今生 然後 這個聽眾的名字叫黎智 然後我就說 我媽媽都想知道 胚胎整容法 有得想 在肚子裡已經幫你整完 你不用出來的時候做 對 無論如何 是沒有做過的 完全沒有 你知道嗎 如果你想知道 鼻子有沒有做過 有一個方法 我現在做給你看 你不要笑 看到嗎 看到嗎 假裝到豬鼻 如果 紅了 如果你這樣做到 就是它這裡沒有加 沒有加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OK 我做瑜伽 經常都要這樣 放下巴在地上 很多時候 例如你向前摺 那些人很喜歡 拿額頭去 硬勁把額頭摺下去 其實你摺你的額頭下去 你的背部是拱的 你下次試一下 你找人側身看 或者你朋友側身做給你看 你就會知道 你就是 硬勁 對腳伸直 然後你硬勁把人向前摺的話 額頭去碰 你的背部是拱形的 對 十個看到 一個看不到 那就完了 即是怎樣 我不明白 對 但是呢 所以瑜伽先生 現在就很聰明了 就會跟你們說 不要用額頭去穩 膝頭過 是用下巴去穩 那你下巴去穩 那你下巴去穩 你就是會 拉長 拉直 背部 Peter Lee 肥了二十年 跟女王 學生堂八個月 減速五十五磅 大肚腩 變回六塊腹肌 真是 那你應該要發照給我 如果是這樣 我會把南瓜在你的頭上 讓沒有人知道我是你 放心 先把之前和之後的照片給我們 好了 說回剛才那個卵雪屋的那個 他說 你把碳水化合物抽出食物纖維之後 剩下的就是糖分 吸收過多糖分會導致血糖過高 但若果只是吸取人體所需的份量 反而會令身體更健康 可圈可點 我不同意的 OK 有聲音沒有畫面 不如你試一下 試一下 因為有很多人都看到 不知為何你都看不到 減糖發功效維持健康 簽體瘦身 美顏護膚 OK 你要知道市面上 問什麼 或者賣什麼 都會寫這幾個 這幾個 當然它是一個Menu 它不可能擺 像我跟你們說的 數據 醫療科學 醫療科學 報告 醫療科學 醫療科學 不會這樣 你明白嗎 但是 它說這三類療科是真的 如果你們有聽到生糖感受 你會知道為什麼它維持健康 因為糖分令身體發炎 你身體不發炎 你的健康就會好很多 所以維持健康是真的 簽體瘦身是真的 因為有糖分 你的身體就不會用脂肪 所以是會瘦的 美顏護膚 為什麼呢 很簡單 因為你沒有糖分 你的皮膚就不會出現糖化 Glycation 糖化 然後 也會令你的皮膚 有足夠的脂肪 可以去合成 還有使用裡面不同的維他命A E這些全部都是抗氧化物 而且 因為它剛才提過 它沒有那麼多的reactive oxygen species 就是養化物的產生 所以你自然會吸老很多 所以這三個功效是真的 但我唯一可圈可點的地方 就是 如果只是吸取人體所需的份量 是沒有這件事的 人體是沒有所需的糖分吸收份量 這件事我會解釋 我之前也有說要跟大家解釋 我現在解釋一下 等等 找一張照片出來 等等 OK 這個是什麼呢 2008年 都叫做相當新的 叫做相當新的 因為很多是1981年的 或者1970幾年的 2008年 OK Institute of Medicine Dietary Reference Intakes 就是說 Do humans need to eat carbohydrates? OK 人類到底需不需要吃炭水化合物 OK 那它得出的結論呢 是 就是 人類 需要的 我先讀英文 好嗎? 然後我再翻譯中文 The lower limit of dietary carbohydrates compatible with life apparently is zero provided that adequate amounts of protein and fat are consumed OK 好了 即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說呢 維持人類生命所需的碳水化合物 攝取量呢 是零 只要你又吸收足夠的蛋白質和脂肪 這就是為什麼我說過很多次 差不多每一集都要提一次 有一個必須 必須胺基酸 即是蛋白質 必須脂肪酸 即是脂肪 但沒有必須碳水化合物 這個就回答你了 因為 這個東西是真的完全不需要的 完全不需要的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你的身體 只要沒有糖分 其實是Way better off 那你就會說不是啊 我們小時候讀書的時候說 我們的大腦是需要糖分的 好了 那我再解釋給你聽 OK 第二個Point很重要的 就是 The minimal amount of exogenous and endogenous carb is dependent upon the brain OK 即是說 那個 那個 外來吸收 和內在生成 的碳水化合物 的最低量 其實是取決於大腦的 OK 那你就會說 咦? 為什麼關於大腦的事 因為 很多 我們小時候 讀的那些 就說 你的腦是需要碳水化合物 所以就說 我們要吃啊 但是 但是呢 實際上呢 每一天是要多少呢? 有沒有人說給你聽? 我現在說給你聽 是100-140g 的Glucoase 葡萄糖 OK 100-140g 如果你看 或者是Alan 麻煩你幫我一個忙 好嗎? 你幫我搜尋一下 如果一罐regular的可樂 一罐有多少g的糖 好嗎? 我等你幫我找吧 好嗎? 我想說給大家聽 這個 所謂的100-140g 就是看你的腦的使用量 OK 你經常想事 你經常都不想事 那你的腦當然會是 使用的量會有分別 但你記住 很重要的一個項目 就是 它是有分內在生食 和外在吸收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喂 你不是要完全單純 是靠吃的 你的身體自己是會吐出來的 OK 行不行 OK 三十九個grams of total sugar 會不會知道它有多少的glucose sorry 就是我們看看不能再 break down 到多些 如果不是 就有些人會以為 喂 可以了 我一天開喝四罐可樂 都沒事 那就害人了錢 所以我們可能找到 對 但是 那個是sugar 但是如果它 再 further break down 對 會不會是量會不同了 想看一看 那些東西 OK 大家稍等我一會 OK 好了 Eva問那個問題 我稍後就會回答你了 因為 很多人 由我第一天喝 那時候是dietcode 現在是code zero 都有人是 跟我說這些 即是說 這些是化學的 不好的 As in 以為是天然的 一定好 我想說 其實很多毒品都是天然的 包括 包括 含有爭議性的大麻 包括 Cyan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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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Arsenic 總之有很多款 我突然說不出 哪個是天然 哪個不是 總之很多的毒 都是天然的 天然不代表是好的 OK 還有我 這麼巧 包括叫我不要喝code zero 包括日蕭公子 我今天先發了一個 教授解釋 為何他會喝diet的汽水 而他不會喝regular 其實 Professor Steven Finney 我之前也有看過他 他也是這樣回答的 人們問他 他也說他不會喝真的 多大都是喝diet 當然你最好是喝水 如果你問我 你真的很想瘦 你很想很健康的話 四個字都說完了 Eat meat drink water 就是這樣 但是你如果 Eat meat drink water 那你的社交生活 可能就有所犧牲 例如你 那些朋友 很有道德光環 覺得吃齋很好 那些 我不是說不好 他們會鄙視你 因為他們會覺得 嘩你這樣吃肉獸 你傷害很多生命 痂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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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痂 叫你去 然後你給我一杯水 那他們會描爆你 這是你自己要取得的 如果你好像我這樣覺得 唉 試著什麼家的生活 在家睡覺就好 這樣的話 你大可以 Eat meat drink water 是最健康最快 受得最快 你問我 你吃沙律好不好 當然好 但是 如果你真的要受得最快 這個方法 其實就是 Go on 只是身體所需要的東西 就是 Fat 和Protein OK 講完大腦 講完大腦之後 我就回覆聽眾的一堆問題 OK 好了 那麼 我們的腦 不需要100至140 對吧 那你說死了 那我一定要吃 不是 你的肝臟 每天會自己生成 你的肝臟 也叫做 Gluco Neogenesis Gluco 即是葡萄糖 Neo 新 Genesis 生 葡萄糖 新 生 你不吃 它就會自己生 所以你不需要擔心 它會自己生 好 After Keto Adaptation 當你全面進入了生同狀態 記住 不是兩天三天 是在說星期計 我算很快很快 因為我一向都不澱粉不糖的人 我是兩個星期 但是 譬如 四個瑞士卷先生 就是 八至九個禮拜 還是八至十個禮拜 都算長的 OK 你為什麼會 有一個分別 你會知道 就是 當你 全面適應了生同之後 你身體內部機能 全部轉化了 OK 即是 它要生成的酵素 又足夠 它知道 它整個新陳代謝 轉了過來 之後 你會突然覺得 嗯? 我很精神 嗯? 我不累啊 嗯? 我不餓啊 我對上你吃東西多久呢 什麼時候呢 那你就會知道 你不再需要 不斷地吃垃圾東西 經常都口癢 我最近見了一個 cancer patient 一個媽媽 七十歲 左右 她是肺癌四期 她的女兒很孝順 約了幾次 又改來改去 我初時還以為她在玩東西 後來 不是真的 那女兒先來一次 和表姐 然後隔了一個禮拜 就帶她媽媽來一起 她告訴我 她媽媽肺癌四期 生痛了三天 左右 三天 她就不再需要吃止痛藥了 那這個case 我當日覺得很鼓舞 那我可以叫她 找一個錄音給大家 聽一下 說一下 report一下她的情況 但是 之前也試過有一個情況 是另外一個 肺癌四期的patient 她也是四天 三四天就不痛 不需要吃止痛藥 可以一皎粉天光 那你就會明白 其實 糖一直以來 令你的身體 主要發炎的狀態 其實是影響睡眠 影響健康 影響很多東西 我不是說 我剛剛十月去日本 我試 我不是吃壽司那麼簡單 我簡直是甜品都吃 然後我不是說 我十年八年都沒有傷風過 我不是傷風了禍金的 還有是 整個身體狀況 變得很差 皮膚很差 爆了粒粒 很累 周身痛 那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警號 就是 喂 你真的知道 difference 有多大 又斷 你看到我今天 你看到嗎 這裡真的很紅 還有像泛白 這些位置 就是青 紅 我不知道怎麼說 這些顏色 就是 每個月幾天的樣子 這種樣子 是唯有 大過幾天 就會好 OK 好了 講回 你全面生酮之後 有80% OK 你的腦子 所需要的那種 葡萄糖 100-140g 其實有八成 就會是 由 生酮的 酮體 Ketones 即是刀手指 那些血酮 去提供給他 那 如果你 扣除了這八成 計數 大家聽著 所以你不要被人拋到 說 你不吃澱粉 會不行的 你的腦子會怎樣怎樣 你不要被人拋到 你聽清楚 你就會明白 分別 我說完之後 我再做個濃縮給你們 你全面生酮 即是你當我最準最準最準 要兩個月 OK 輕則可能三四個星期 你的腦子只需要 20-28g的葡萄糖 剩下 即100-140g 因為有八成 可以由血酮提供 所以剩下 20-28g 好了 那你說 那都有20-28g 那我怎樣 都是要吃 這樣 錯 聽著 你的身體 OK Andogenous 是自體生成的意思 OK 它是每天 按你的體重 每一個KG 是生成2.8-3.6g 每天 即是一個男人 我當他是145磅 即70kg的話 他每天 肝臟幫助他 自體生成的葡萄糖 是有210-270g 他的腦子需要20-28g 即是你的肝 給你提高多10倍 你明白我說什麼 OK 好了 現在再recap多一次 如果聽不明白的朋友 或者你覺得你說得很亂 我不明白 我再買了月糖肌 不是賣了 買了0.1 那你就要再提高一點 因為0.5以上 才可以reap 即是收成 拿到生酮那種好處 OK 我再說多次 如果再有人拋你 說不行的 生酮吧 你的腦子會有事的 腦子靠葡萄糖 你可以把我剛才說的一番話 背了他 告訴他 OK 就是人類的大腦 所需要的葡萄糖 是介乎100-140g 在你全面生酮之後 當中有八成是會經由血酮提供 所以剩下只需要20-28g 而一個70kg的男人 他的肝臟每天會幫他生成210-270g 的葡萄糖 OK 明白嗎 就是我兩個人都用Low End來講的話 他的肝臟幫他生成210g 葡萄糖 而他的肝臟只需要20g 就是我帶你10倍 還可以 明白嗎 所以大家不要再去相信那些 我講直白一點 就是說 由藥廠或食品公司 去endorse 去給錢 灌名贊助 或者不灌名 甚至少是吳冠明贊助做的所謂的 Research Study 然後告訴你 很好啊 你一定要吃澱粉 你早一天要吃六餐 八餐、十餐 每兩個小時吃一次 那你的身神代謝才會高 我們聽了幾十年 但是你看這幾十年來 你看數字 你黏肥的%多了多少 糖尿病患者 心血管疾病 癌症患者 數量多了多少 你就會明白 Daneo司徒的問題 我問一下 是不是不生酮 身體會不會每kg 變製造2.8g 不是的 你是要生酮你的身體才會製造 是啊 你一路吃你的肝臟就不用做了 Literally 其實 你吃少了會製造一些 會的 但是如果你完全不吃 它就一定會製造 你的肝是有這個功能的 所以 記住 這個Institute of Medicine 2008年出的 Dietary Reference Intakes 為什麼沒有被人大事宣揚 不是所有人都知道 就是因為 This is bad for business OK 明白嗎 大家賺食的 大家開餐飲的 像我一樣 或者是 做生意的人 根本不想你們這些人生酮 你想想如果人人都生酮的話 其實是 當然 我們會健康了 但是 影響很多人的生計 影響很多人的生計 所以 當然 最好是 你們個個都不要生酮 不斷地吃東西 最好是吃藥 每四個小時要起來 吃一次 吃多些糖 有糖分的食物 為什麼糖不用錢呢 它等於不用錢 因為它很便宜 很便宜 Fanny 我為什麼 我私下不回答你 我會在節目上回答你 我正在解釋剛才的事情 我怎樣回答你 你有些耐性好嗎 好嗎 如果你想人來回答你問題 你要知道你之前還有很多問題 所以我要一步一步回答 OK 好 還要說回那個Menu 我拍了一版 其實它是兩版 它有牛油果三文魚盤 89元 明太子 吞拿魚海蝦豆腐起司 即是Cheese 烤菜 然後是低糖藍芽炸雞 小麥粉不使用 OK 好了 然後 有個聽眾 留意你很好笑的 我真的回答他 你很好笑 為什麼呢 他說低糖即是油糖 然後 我就說你很好笑 然後 我的理解 低糖也是油糖 那我問他 我就說 假如你是這間餐的冬主 試舉三個無糖菜式 這樣 這個聽眾叫Chris Chow 他說 生煎三文魚 燒雞牛扒 其實還有很多 我回答他 Sorry 你錯了 他問我 請問怎樣錯呢 我就說節目中回覆 所以這個人也是要回覆的 Chris Chow 為什麼錯呢 如果你有看回之前 看過之前 曾經有一集 是講1928 Belf-Stefanson experiment 一個加拿大籍的哈佛人類學家 在北極生活了十一二年 他回到來 他展現給大家看 用一年的時間 被人困住在醫院 就是Belf 在紐約 接著 看著他吃什麼 而他只吃動物 而他吃的方法 他的烹調方式 就是根據愛斯基摩人 他跟他們生活了十一二年 根據他們的烹調方式 如何處理一隻動物 他就用這個方法 如果According to Chris Chow 那 他是無糖的了 但你看回 一份1928 Belf-Stefanson experiment 他是寫著 5% carbohydrates 80-85% 是fat 然後 15-20% 10-15-20% 是protein 蛋白質 但是他的碳水化合物 寫著 是5% 為什麼呢 如果是這樣 如果 根據你的理解的話 三千三文魚 燒雞牛扒 那是 那是無糖的 不是低糖的 是不是 之前已經解過了 如果我忘記了 是Alan Neu 問我這個問題 就是因為 動物的肌肉組織 你所吃的肉類 是有Glycogen的 你不可能說 我要把動物 放進去斷食 我餓它 36個小時 確保所有的Glycogen都沒有了 Glycogen是存在肌肉裏 以及乾的 在什麼情況下 你的Glycogen會 會減少 會流失 就是運動 以及斷食的情況之下 但是即使 我真的 做這件事 餓了動物三天 先屠宰 先給你吃也好 你要記住 動物的肝 都會幫它做葡萄糖生成 所以 是不可能 會有 零糖 Code Zero 可以說 Zero Sugar 但是 你沒有一個Diet 可以說 是 Zero Carbs 因為 在一個絕對的Sense 裡面 是沒有 Zero Carbs 所以 反而這個餐廳 它真的有Sense 它真的懂東西 它說是低糖 which is true 因為 譬如 我舉一個例子 牛油果 Alan 你還在說 你幫忙 OK 上網打一打 Avocado 的Nutritional Facts 牛油果 都有Carbs 牛油果 裡面 Carbs減了Fiber 都是有餐廳的 所以 牛油果 不是有Carbs 就是低糖 不是零 三文魚 它裡面 肌肉組織 Glycogen 它不是低糖 不是零糖 明太子 吞拿魚 海蝦 豆腐 起司 酵菜 這個更高 你給我點的話 這個好像很好吃 謝謝Alan 1 3rd of medium Avocado 五十克 三分之一 這樣呢 但是 我看不到 OK 咦 好想吃 看不到下面 那部分 我再看一看 對了 但是 如果這個明太子 吞拿魚 海蝦豆腐 起司 烤菜 我告訴你 豆腐 很高 OK 高的 不低的 起司 Dependent 它是什麼 如果它真的 我們說漂亮的起司 我拿一塊出來給大家看 等等 好想看 OK 如果 因為有聽眾都問過我 例如我平時吃什麼 好想吃什麼 或者有聽眾問我 這隻芝士行不行 我們有聽眾 我見過他的 他就 給我看 例如他吃一隻芝士 不知道什麼牛排 我懶得說 OK 那些是 我們叫做 商業化的芝士 我不想 直接說很差 就是說是 便宜價芝士 廉價芝士 我不是說 貴一定好 我不是這個意思 但是他之所以廉價 是因為他加了很多其他東西 他之所以廉價 因為他很趕 去製造 他不是真的 慢慢育成 慢慢 去給他 去 mature OK 譬如 我給你一個例子 給你看 這一塊 我不是買這個牌子 當然 我買了回來 這個是意大利牌子 意大利的芝士 意大利牌子 如果有一天 我真的有時間 我做到的話 我開一間網店 OK 或者如果有聽眾 是熟悉這些東西的話 即是教我 或者什麼都好 我整個網店 那我就會把這些東西放在上面 那你們買 那我們就 寄給你們 但是呢 一會兒我會說醋的問題 我的朋友 給我買了一次 他就已經 耍手另一口 不肯再來 OK 所以 是很麻煩的 我以前在銅鑼屋 自己有店 你當然隨時走上來 都沒有問題 但是剛剛那次 是拜託一個朋友 他說 他說 電話是響過不停 我沒有想過 我這個小小節目 家庭製作的小小節目 會有這麼好的反應 但是 他真是說 電話響過不停 響到他 請回來那個 90後的年輕人 是 不想做 他說 他處理不了其他事情 太多事情 電話不停打來 不停問 什麼時候有 然後 可不可以留多少瓶給他 然後 那個男子說不做 那 他當然很害怕 然後他又覺得 醋很大陣味 其實 大陣味是可以解決的 因為我接下來 會轉玻璃瓶 我也想提提 如果之前 已經拿了回去的 聽眾朋友 你是要轉用玻璃瓶 或者是 你家裡其他的玻璃器皿 畢竟是醋 因為之前 我沒有那些瓶 我都沒有想到 這件事 但是我下一次 是會 用玻璃瓶的 到時 就這樣一支支 我現在都不知道 我可以用什麼方法 給你們 真的 到底我是 要 開個網店 然後你們 給我打 我寄過來 還是怎樣 因為我們又沒有人手 你明白嗎 好了 先說 芝士 OK 你看不到的 這裡應該不夠清楚 看不見到呢 看看吧 好嗎 看看吧 OK 這裡就是 Fat 是30g of which saturate 就是飽和脂肪 佔了20g 即是三分二是飽和脂肪 三分一是不飽和脂肪 which is perfect 所以 芝士 有多像這些 well mature 我這個 30個月 我這個 就是好東西來的 它呢 Carbohydrates 是零 of which sugars 是零 OK 我整塊 都可以 這個 我都不會過的 然後 protein蛋白質是32 鹽是16 好 這個是based on 100g 那我這個 就是250g OK 是的 那這些芝士 它就真的 用30個月去慢發酵 令到它成了一塊 就是 完全沒有carb 的芝士 如果我剛才提到的 牛排 或者是 卡蜜 那些 就並不是 OK 這一種芝士 來的 那些芝士 它裡面是加了很多 其他的成分 在裡面 是 並不是 好像這個 會沒有carb 好了 我這裡有另外一塊 OK 我這裡有另外一塊 是 Gorgonzola 即是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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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27g of which saturate 19.4 pretty good 都是三分之二 但它的carb 是0.9 of which of sugars 是少過0.1g 所以 都是很安全 都是好吃的 那你說 為什麼這一個 就不及這個 這麼少的carb 其實 芝士的種類有分別 還有 和它的 mature 的時間都有分別 一個是30 那如果你找到一個 是36個月的 那 其實 會 再低一點 但其實它已經0了 所以也不用再低了 但這個 如果我沒有記錯 是18個月的 所以 就沒有 那麼低 但也不用怕 因為 少過0.1g 那你還想怎樣 對吧 好了 但是說回剛才那個 明太子 吞拿魚 海蝦豆腐 起司烤菜 你一個正常人吃 是沒有問題的 OK 你正常人 如果你是 一天吃一餐至兩餐 你是有配合 intimate and fasting 即輕斷吃 絕對沒有問題 如果 如果 oh thank you 如果你是 有捉住手指 就更加好 驗住你自己的 血糖的level 是多少 所以 這三個菜 是有糖 它是低 很低的糖 很低 但不是0 OK 希望Chris Chow 明白我想說什麼 不過 低糖 南蛮炸雞 它旁邊應該是用椰菜絲 椰菜絲 是屬於低糖的菜 椰菜 都是有糖 OK Cops 這樣 它沒有用小麥粉 它可能用了別的粉 去 裹著雞去炸 那一間在銅鑼灣 聽眾 可能在上面吃東西 可能會碰到我 如果那天沒有打扮 你就不要過來跟我說 OK 千萬不要說 哎呀 我有看你的節目 不要做這些 因為我會 我會馬上找個洞 我會馬上找個洞 等等 OK 繼續 答問題 那 我再開 去睡 我繼續 等等 我讀一個聽眾的好消息給大家聽 好嗎 我要找南瓜遮住 她說她5月的時候 然後呢 嗯 等等 你還在聽著嗎 剛剛傳給我 是否真的 我可以讀出來 照讀 瘦了35磅 那 腰瘦了2寸 可以再瘦多一點 如果是這樣 好不好 幫你瘦 一起瘦多一點 好了 接著 就 答聽眾問題 我回答剛才 追到我瘦的那位 Fanny院前 等等 Alan說得很好 Fructose 即是 果糖 只是在肝裡 代謝 所以很嚴重 千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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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避免 就是 OK 我要找回 Fanny院問 可不可以 在Fasting期間 喝這個 防彈 咖啡茶 這樣 還是只可以喝水 這樣 OK 我可以回答你 就是 我應該問回你 你 做Fasting的目的是什麼 你做Fasting的目的是 你是想瘦 你是想 Mobilize 就是調動身體內的脂肪出來使用 還是怎樣 很簡單 如果你喝Bullet Proof 其中 裡面是有 14乘3 14乘3 12乘3 可以 12乘4 40乘4 42乘4 12乘4 15乘4 12乘4 12乘4 15乘4 15乘4 12乘4 15乘5 15乘4 15乘7 15乘4 希望你的身体不要积聚 因为我之前也说过 毒素是处存在脂肪细胞里面 所以你不应该喝Bullet Proof Coffee 或者Bullet Proof Tea Bullet Proof是什么情况之下 会叫别人喝 譬如他是Cancer Patient 我要他开始很快地 要他开始进入轻短食 每天只吃6个小时 甚至4个小时 他刚开始未能够适应 Bullet Proof Coffee 可以 或者一些完全没有概念 什么叫生酮的人 还是以为碳水化合物很重要的人 我跟他说你试一次 你试连续几天 早上不要吃早餐 只喝Bullet Proof Coffee 你试一下你的mental clarity 你的脑的清晰程度 思考敏捷 是会有很大的分别 但是 你为什么要在断食期间 喝Bullet Proof Coffee 你不如也要喝一口芝士 说真的 你的脂肪不会比较少 我这里有100克 这一口芝士 100克 这一口250克 100克就是 它的一半少一点 很大 它也是30克的脂肪 你一杯Bullet Proof 3匙牛油 椰子油 再加MCT 就已经42克了 你要计算 为什么我常跟你们说 你可以随意吃 但你随意吃出来 可能效果不是你 如你理想的 所以你需要计算 而你也要很清楚 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才可以做得到 如果你是糖尿病人 你是瘦的 你没有脂肪 如果你是没有脂肪的糖尿病人 那你就说 我不想再瘦下去 因为我已经没有脂肪 那就是一回事 那你就说 我是需要维持脂肪 因为我没有脂肪 那你就说 我断食的目的 是为了 降低我的胰岛素水平 如果你是为了降低胰岛素水平的话 那你喝bulletproof咖啡 它是不会trigger到 你的胰岛素上升的 但是它是会defeat了 你是要mobilize脂肪去生肚的作用 明白吗 所以是一个give and take 就是要计算一计算 avocado OK 三分 等一下 我先看一下 Alan 三分之一的牛油果 是有12g of which 1g is sugar Fenny 如果你有cancer patient 你 should come see me OK so I can really talk to you and you know 我会拿个血糖试纸 帮你刺你的手指 and then 我会问你你吃些什么 and then I'll give you personal advice 因为over 一个节目 我要估计其他听众的感受 如果你不在香港 我可以跟你skype OK 或者是face time 或者是whatsapp 的video call we can still talk OK but 你不要 不要 就是怎么说 不要 轻举妄动 或者不要 很轻率地去处理 因为cancer is something that we need to take it seriously 好不好 OK 继续 继续看问题 等等 因为有很多的问题 是想回答的 有一位姓李的A字头 OK Alan说得很好 cancer patient 一定要做coffee animal 其实呢 我的cancer patient 我当然不是他的医生 我只不过是给dietary advice 和辅助性 那么 你们呢 是expect要有三样东西 三样东西 嗯哼 凍冰冰的辣鱼蛋 真棒 这些天气吃冬的东西 真的很开心 哈哈 我的晚饭等等 OK cancer patient expect 是三样东西 以上 三个我认为是核心 我必须要你们做的 就是生酮 生酮饮食 第二是咖啡灌肠 第三是一些能够 帮助到身体 防止癌细胞扩散 防止健康细胞被癌细胞侵蚀 还有metathesis 就是 那些什么 就是 渗透 OK 是三样东西 at least三样 当然 可以有第四 第五 第四 第五 如果你真的不做 我也觉得算 但是这三样东西 我认为是一个 就是 Trinity 来的 就是好像 聖三 OK 那三样东西 就是聖父 聖子 以及聖灵 都三样东西 那么重要 就是缺一不可 好了 有一位 聖尼的A字头的听众 他说 他听了我关于说 神上线 2017年8月13号那集 他觉得他的神上线都弱 但是没有我那么差 那我现在其实我没事的了 我好回 生酮好回 那 他如果想message 我怎么message 那我就问你了 你是不是在香港 如果你在香港的话 上来 OK 面对面 聊 那如果你不在香港 也是那句 那我们就可以Skype WhatsApp 或者什么都好 好不好 是的 有一位 Jerry 姓是C字头的 他就说 他开始吃椰子油 买了一瓶冷压椰子油 发觉空好吃会胃痛 平时是不会胃痛的 有什么建议呢 就是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吃的 就是 你是 就这样一瓶放进口 还是怎么样 那可能 你的胃 腸胃未习惯 处理这么大量的油脂 因为 就像我说 你是需要 有 酵素 去帮助 break down 那个 油脂 那个脂肪 所以呢 我不知道你是 就这样不入口吃 还是怎么样 你可以是 比如 喝一会热的骨汤 你知道我经常说 bone broth骨汤 骨汤 骨汤 加椰子油 下去 这样 你看看会不会好些 是否跟温度有关 还是跟酵素不足有关 有几个可能性 我们是要用排除法 才会得到 那个 是确实的答案 有一位 姓七油七的七的听众 真是好啊 瘦身不瘦面 是的 有一位姓梁的听众 F字头的 名字 他说 他妈妈Cancer伏法 只有两三个月 不知道生童是否有希望 我就问他 你是否在香港 他说是 既然你是在香港的话 请你尽快 带你妈妈过来 我会尽我的能力 把我知道的 懂的 去跟你们说 那当然 可以做到些什么 我们尽量去做 OK 尽人自听天命 好吗 OK OK 继续 Gina 姓 姓是L字头的 那 就 他说 有一种产品 叫Reserve 我也有一盒 其实我有两盒 在里面 他问我 可不可以 吃 都是那句 你只能够刺手指 我不可以回答 你可以或者不可以 因为 有些人可能一天 一包 他的血糖 都仍在0.5或以上 但有些人可能 他一包 就跌0.5 所以你只能够刺手指去 发现 到底这件事 你这个 range 可以多少 OK 有一位姓张的 名字是 M字头 和L字头 他就说 他买清鱼 可不可以在节目里 教他清鱼的做法 很简单 你煎也行 你煎就最好是用椰子油煎 因为椰子油飽和脂肪最高 安全 你可以买煮食用的椰子油 就不是冷压的 冷压 或者叫冷炸的椰子油 是不适合煮食的 就这样用椰子油 如果是煮食用是没有味的 就这样煎一煎 加些海盐食 好吃 有烤炉的 放入烤炉 或者是买个光波炉 都可以的 就这样熟了就能吃的 很简单 好吗 皮肤发炎 就增加Omega3 和增加椰子油 也是有帮助 另外姜黄素 也是对身体有帮助 如果是发炎的情况之下 有另一个听众 Kinseng 最后是K字头 生酮艳血胆固上会不会高 因人而异 有些人会高 之前解释过 为什么 因为你的胆固醇 作为载体 车着脂肪到处走 就是车着三酸金油脂 到处走 去到哪里 丢到哪里 所以有些人会高 有些人不会高 但是 说过很多次 就是胆固醇 其实是一个假设 由后到尾 胆固醇会令我们血管闭塞 会造成心血管疾病 由后到尾 都只不过是一个假设 OK 上生酮 早上开始喝油 还是先吃菜 菜是否要煮熟 直接打碎 你喜欢啦 没所谓啦 接着他给了一枝酵素 给我看 这样 那 就问我 大家看一看照片 OK 看不见到 我不知道你看得有多清楚 OK 是日本名的 日本东西 写着 碳水化物35.3g 那你觉得行不行 你试试喝完这枝 回去刮手指 看你还会不会在生酮的状态 我断估是不会 因为35.3g 你不如吃碗饭下肚 如果是这样 OK OK 有一位Grace 就 L字头的姓 那我刚才看到的Message 就是她想22号 过来找我 这样 那 就 她就说 她说 不知道是不是医护人员 她就说 她发觉那些简性的饮食 例如蔬菜汁 这样 对癌症病人是有好处的 那这个我不否定 是有好处的 但是 她有好处的原因 我认为是跟酵素有关 因为其实 有一派的看法 有个Dr.Gonzalez 过了身的 她那个医癌症的方法 她是总楼科医生 她医癌症的方法 就是所谓的酵素疗法 就是给了很多很多的酵素 说一天吃几百粒的药丸 香港都有一个地方 是practice 这件事 几百粒药丸 我们说的不是一二百 是三四五百粒药丸 一天 是相当之困难的 另外一个叫Jerson therapy 就是割心疗法 大家可能都有听过 她都是要你喝很多的蔬菜汁 都是补充酵素的 不过我觉得酵素 是有它的upside 有它的好处 但同事也要观察 它里面的糖分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你想想一个牛油果 上车有这么多的carbs 如果你喝的是苹果汁 红萝卜 是Jerson therapy用的 我就有保留 因为 如果你喝了 你不影响你的血糖 你的血糖还可以维持 在我要求你维持 在的水平里面 那你当然可以喝 但都是那句 每个人身体的处理都不同 所以你是要看回 你的同体 是不是within range 好 好 好了 红茶菌没有 我就不买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没有 我不够了 大家可以练过去 看不见到 我那两缸仔 还在 我现在买了一个大缸 我就会再做大缸 因为我上次 我发觉 我这么两缸仔 produce 到十多枝 十多枝是不够的 我现在还欠一个听众朋友 Sally 我还欠Sally 一些 那我就会分 我会分到 可能是大缸 视乎大家的需求 如果你说 我是要醋的 可能要醋的人是多些 那我就会大缸做醋 接着 小缸就是 即刻喝的那些 即是红茶菌 有气的 即刻喝的 就不用开水 那如果醋 就要开水 我到时候可能会两个size 还有看大家的需求 所以你们要的话 我想我开一个post 你们不要PM我了 我会乱的 那你们就在一个post 下面留言 说你要留 暂时 我只能做到一人一支 比如说你要一支醋 一支红茶菌 或者你要两支都是红茶菌 或者两支都是红茶菌 总之我想一至两支 师傅我的production 做到多少 因为这些是 不能吹它 它是要这么久的 尤其是天气 天气凍发酵的东西 是特别慢的 kefir 可以喝的 可以喝的 但还是要看 它会不会影响到 你的血糖level 因为你记住 你的血糖level 是要 within 0.5或以上 OK 如果低过的话 你就真的要立刻 闭嘴 好吗 OK 有听众Winnie 就说喝了好味 但发觉 他里面看到有些碎碎 他说什么 可以喝吗 还是可以另外再做一支 其实可以喝的 它是有机物质 它不是对身体不好的 你不用担心 但当然你嫌它肉酸 嫌它糟糕的话 你也可以抽它出来 没问题的 OK 好吗 那我们今天时间到这里 还有问题我下一集再回答 记住下一集是26号 OK 拜拜